大火烧橘黄色火蛇狂窜 民众健壮击打一一九求助 消防队赶到火势顺利在十分钟内扑灭 不过温室公僚烧到只剩下铁架 彰化花坛乡这处路角角温室公僚 十九号晚间七点多发生火警 烈火吞噬温室 现场一片灰黑 园里头的高价路角角烧到所剩无忌 让园竹好心通 新运逃过恶火的也明显肝黄 垂头丧气毫无神气 连烧大概有五十平方公尺 室内主要是说有栽种一些路角角 现在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 近几年国内外掀起了室内种植鹿角角的热潮 幼苗涨到半成猪需要花一到三年时间 一般腰价破千元 如果已经培养成猪 价格可落在上万甚至百万 而业者初估这场恶火损失超过五十万元 至于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华氏新闻谢忠义张华报道